無限就是沒有任何的拘束啊 問題就是可能會被干擾到 這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DJI Pocket 3連接這個Anton mini Pro 的這個導播機 做視訊切換的這樣的應用 各位大家好 這款是DJI Pocket 3 他本身沒有HDMI輸出 如果你要將這一款DJI Pocket 3連接到你的視訊導播機 或者是連接到你電視的時候 他是無法直接連接的 必須要透過轉換的 因為這個DJI Pocket 3他可以做什麼 臉書直播啊YouTube直播啊 那我現在的玩法就是說 將這個的RTMP 我不要直播到臉書也不要直播到YouTube 我就直播到這個盒子 我要利用的是他的無限的RTMP的方式 做一個內網的直播 那這個盒子啊他收到這個RTMP的訊號之後 他就把他轉換成這個 HDMI出來 就可以連接到你的電視 那使用這個方法要特別的注意就是說 你必須要準備一個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啊不要買太兩光的要那種電競等級的 這個無限的品質要好 好 那麼他的IP就是192.168.1.1的這樣的路由器 那我們先將這個 RTMP轉HDMI先插上電源 這個電源 然後呢再連接這個 以太網路 這個以太網路是來自於這個路由器的有限 好然後這個HDMI輸出呢就連接到 這台電視 這台電視這樣子 好打開電視 然後呢 我們要把這個DJI Pockets 3啊把這個電源打開來 好我們再用你的行動裝置去做一個設定直播的設定 你可以用iPad啊你也可以用安卓啊你也可以用iPhone都可以啊 那我這裡是用iPad 然後這個App打開叫做DJI這個 打開來 好然後呢請你連接他 這麼一個直播按下去 按下去 然後他會出現一個這個提示畫面 我們現在不是要做臉書直播也不是要做YouTube直播 是要做RTMP直播 將DJI Pockets 3啊 直播到這個盒子上面 好所以我們選擇這個RTMP 開始 好 我們選擇你的路由器 這台路由器就是 這一台 你家裡的不一樣你就去選擇 用這個去選 好我已經選好了就是這一台 然後呢 這個很重要 這個RTMP的網址叫做RTMP 192.168.1.217 斜線LIVE 然後TESTER ONE 這個是固定的 不管你用什麼設備什麼的 這一串都是固定的 這個一定要固定在192.168.1.1 就是因為 前面的網址是這個 在同一個網域才可以 這一串是固定的 一定要打上去 然後呢 選擇這個1080P 高解析度 30幀 然後流暢優先 好選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按開始直播了 開始 直播 直播出去了 你看 哈囉 因為太近了 所以會有回音 我把聲音給關掉 好 非常的流暢 無限就是 沒有任何的拘束啊 問題就是可能會被干擾到 這點要特別注意 這個DJI Pocket 3啊 連接這個Anton Mini Pro 的這個導播機 做視訊切換的這樣的應用 這個RTNG轉移期DMI會有風險因為這個 WiFi 2.4G會被干擾 所以啊你這個路由器 要準備好一點 另外這路由器啊必須要 192.168.1.1 的這樣的網域 因為我們的盒子就是預設是192.168.1.217 不可以改 因為改的話這個 彈性就太大 太大的話就會有 風險就太高了 就是 問題就一堆啦 你整天就一直接電話就對了 對呀 有